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行政单位里头 比如说我们来看就是 然后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空军中将 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 他特别说他认为直觉中美在2025年会有一战 然后原因是因为台湾 好 等一下请注意啊 直觉 但是呢 好 这个其实我们还可以讲说 说就是军方的个别意见 其实不足为不足挂齿 可是呢 今年春天显然中美关系 其实会出现很大变化 以台湾为杠杆 一个是美国众议院的中国特别委员会 说要考虑到台湾来开听证会 人家自己好像台湾就跟这个乌克兰一样 还不晓得 反正就是说要到台湾来开听证会 我其实在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的反应就是台湾真的是次殖民地 不是次殖民地 公共租借 然后呢 第二个是美国的众议院院长麦肯锡 现在传出来可能今年春天要来台湾访问 当然他是共和党的啦 跟去年的裴洛西不一样 去年裴洛西他也是众议院的议长 而他去年来访的时候 因为牵涉到他跟拜登同样都是民主党的 所以拜登没办法阻止裴洛西来台湾这件事情 中国大陆反应非常的激烈 那今年麦肯锡他是共和党的 他势必是跟拜登唱反调的 那么所以今年的春天 看起来美国的国会议员 就会使得中美关系 还有包括以台湾为杠杆的中美关系 出现很大的变化 就美国的政治来讲这样子 他们不会有什么世界大局的大局观 他们也不会有着中美关系该怎么处理的 一个所谓细腻的想法 他们只想到一件事情就选举 因为美国的中医院议员两年一任 你别看他们刚刚很多人刚刚选上 现在马上的两年内 因为2024的11月又要选了 所以从今年来讲就是等于是 一个半一年又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所以他们必须要再趁今年好好表现 因为等到了明年 他们没有什么时间出来做国外议题的表现 哦有道理对 因为美国中医院 他们在选举过程里面跟台湾选举不太一样 他们是一方面竞选一方面募款 所以不断会办各种Cuttle Party 各种群众聚会 Town Meeting 所以他走不开 那现在唯一能够创造议题的 就是如果就麦卡锡来讲 他刚刚上任 他抓住这个时机 要取得中国政策的主导权 那他论 其实他知道说白宫跟国务院在这方面是占有很大的优势 可是就众议院议长来讲 他要上桌打这个牌 这个是个好时间 在今年的四月到八月是个非常好的时间 所以你觉得就国会表演来讲就是今年是忘记 一定一定是忘记 所以你看说他们成立一个所谓中共委员会 因为他正确名字不是中国委员会啊 还是说美国什么战略竞争跟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 他们玩那个游戏就说中国会中共 中国会中国 对对对对 尤其这些人是共和党的 他会觉得说民主党不代表美国 美国不代表民主党 对 玩一样的游戏啊 所以我是觉得今年这些人玩出什么牌啊 对于两岸之间会有比较为以震撼的 但是我仍然不觉得两岸之间会爆发战争 因为美国的空军机动司令部 他是一个专门管后勤的就是运输机啊加油机的 他不是管战斗机的 那这位这位先生好他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是觉得跟我们台湾那种所谓机率用家的那个将军的素质差不多 我跟他解释 就是我大概从虽然我出身难领了 但是我的判断这个问题还是很客观啊 我从去年到现在一路以来 我都判断两岸看不到开战的迹象 因为开战的不能纯粹说我有军机什么样 因为我三个因素 那从事一遍两岸没有开战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啊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还有三兆两千亿的美金的存款 其中有将近九千亿的美国联邦政府公债 国债对 我觉得台湾对中国大陆来讲没有价值到三兆的价钱 很客观来讲你从习近平 你那个美国存款是包括了民间包括企业 纯粹是人民银行的 纯粹人民银行的 三兆两千亿 国债占其中的大概八千七百亿 听说到九千多亿因为进进出出嘛 那我要解释给大家听就是说 比如今天陈凤鑫借我的这个九千亿 那陈凤鑫要跟我打架想一想 帮我赖账 简单讲就是这种情形 所以他没有处理掉他的公债部分 没有处理掉他的美金存款部分 那中国大陆怎么开战 开战的主动权基本上是在中国大陆 美国只是在政治上戳你戳你 刺激你看你会不会发狂 可是我是觉得习近平不是那么容易招狂的人 很稳定 所以第一个不可能 第二个啦 我跟很多人不太一样 就是说刚好这个 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有对这种战略核子武器有稍微接触到 你学经济的 因为哈佛教本叫战争经济 对对对对 那中国大陆现在核子武器根本还不到三百枚四百枚 那美国有五千六百枚左右 那请问一下要上谈判桌的时候 你这个几千枚的核子武器能干嘛 不会使用但是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要收好的时候你就没有 你觉得那个数量要对等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的 一千六百枚 因为一千六百枚的速度怎么来的 是当年美书谈判说我们可以in service 就是在可以现役的核子武器不能超过一千六百枚 其他的可以库长 OK 有这么一个数字在 那你中国大陆至少要到一千六百枚 美国现在到一千五百多枚 in service 但是听说俄罗是早就超过了 这是现役的部分 对现役的部分 这个当然会有 因为现在已经好久没有互相交换数据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根据过去的数据来做判断 那中国大陆无论如何 有人说已经五百枚 有人说只有两百枚 不管如何数字总是偏少嘛 所以你如果没有到这么多变成核子大国 注意到中国大陆是经济大国 政治大国军事大国 但不是核子大国 所以你要上谈判说 像这一次 你的核子威射能力就是不够的 有限有限 举个例子 俄罗斯要不是他手上有有这个六千多枚核子武器 我看北约早要打进去了 乌克兰北约军队早要进去了 这是第二个议题 所以中国大陆没有那个迹象 所以这个时候想要发动对台海战争 因为对台海战争不是两岸的战争 一定是个国际上的战争 只是这国际上的战争是 不是美军跟日军进入台湾海峡来打仗 而是在外面用军事的用经济的用其他的力量 比如说可能会在南海截断 你这个中国大陆的能源运输线 或者货物运输线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不会进入到东风快递飞弹打得到的地方 所以你这个观察点跟台湾很多人在观察说 是不是希望美国跟日本都能够参战 然后中国大陆的准备就是针对的是 美日然后跟台湾一起合作的这军事 这其实很天真 这很幼稚 但是你刚刚提到的是一个更大规模的 就是我如何的开战之后 我在经济上面金融上面的伤害降到最低最低 所以第一个先来谈美国的金融 就你所依赖在美国金融市场上面当中 你不管是美国存款美国投资 或者美国国债 那是第一点 因为你会被没收嘛 对 现实问题 没错 或者会被冻结嘛 第二个是看核子威责能力 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第三个指标呢 第三个指标就是中国大陆的很多的新的基建 本身刚刚推出 那以这个军事训练的规模 如果没有个五年 他要进入作战模式 是有一定的熟练度不够 你想想看啊 我们要骑个摩托车都要学个两个月了 我们开车至少要半年才会熟悉嘛 因为新手上路请多包含嘛 开航空母舰 开歼20战斗机 不是上去飞那表现一下 打仗的时候是你要一群人随时都上去 随时都能够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 其实我们不可能看到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事演习减少 他一定会不断的增加 因为他的新式武器不断的出现 他要不断的去磨合操练嘛 而且不断的飞行 也要不断的训练 因为他准备很多飞行员才能打 我们台湾在这边就很吃亏啊 我们大概好几个人 要共用一部飞机啊 用飞机不够 而且好几人 每个人上去的时速又不够 所以如果每一次大陆来 我们都要上去警戒 上去警戒 我看我们空军的这些 他们现在已经不上去警戒了 对 他们已经只是用雷达 雷达锁定而已 所以有这三个因素 我观察短期内 我所谓短期至少两年内 也不会看到任何战争发动的迹象 这样看起来的话 其实我们第一个要观察人民银行的金融资产的变化 第二个看他核子武器的背准的状态 然后第三个部分看 军事武器的磨合的状况 比如举个例子 他们现在据说要 要有這個將近500架的殲20 那現在只有100架 那100架到500架可能還點時間 所以整體來講 中國大陸的作戰準備量夠 可是它的量不是為了打台灣 打台灣早就夠了 它為了是要應付一個 它的供應鏈可能被截斷了一個戰爭 因為那個 你中國大陸封守台灣海峽不是問題 可是你中國大陸現在的軍力 沒有辦法封守馬六甲海峽 這是事實 而且在那個地方美軍有高度的優勢 這就是為什麼南海議題會那麼高度受到關注的原因 所以從這幾個指標來觀察的話 你就中共政治局的人要決定來發動台海戰爭 時機不對準備不夠 不符合習近平所講的 照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還沒有到那種程度 但是你覺得美國 你看到現在它的軍方不斷的去談說 不管是2025年2026年2027年 會有人談2024年 就是不斷的去點名中美必定會有一戰 而且是因為台海的關係 這裡面其實牽涉到了政治上面的刺激的臨界點 在什麼樣子的地方 對沒錯 那麼他政治上面可以刺激到你 你終究必須要磨耗掉你所有的戰略耐性 也許你的戰爭準備上面沒有到你覺得完美的時候 可是戰爭就要開始的 應該這裡面就是發動戰爭權主動權還是在中國大陸 這是一個客觀的現實 第二個客觀的現實就 美國人不想要在戰爭上死太多人 所以他的戰略上會有不同的思考 這是你要去看美國戰爭時 你會發現美國從立國以來 他所有的戰爭準備都是以死最少人的情況之下 沒錯沒錯 因為美國也沒那麼多軍人可以死 平常已經講他的軍隊規模武器規模很龐大 可是他軍隊規模並不大 沒有解放軍那麼大 解放軍現在這個限力軍人有250萬 大概全世界最多的 這個俄羅斯現在弄個老半天 趕快趕快我要增加到150萬 大陸說我隨便拿出來250萬 但是美國不多啊 美國根本不到100萬 而且100萬分散了全球各地 所以對他來講是一個人力本身就很大的成本 但是這種很大的一個成本 對美國的軍事負擔是很重的 不要忘記美國的軍費裡面有6個percent 我說GDP有6個percent 不是就是說他GDP有3.9個percent 3.5個percent在軍費上面 軍費裡面有將近個6個percent 以上是在支付這些打完仗以後回來的錢 規模是很大的 退除一官兵的錢 等於是撫恤退伍成本 6%是很高的 不是人事喔是退伍成本 6%是很高的一個數字啊 所以對美國來講 打越多戰這個成本越高嘛 所以他們會有找人的困難在這裡面 而且越找數字越差 這是他美國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所以對美國來講他想要打的戰爭啊 不會想要用死很多人的戰爭 那台灣死多少人不在他的考慮裡面 當然 有沒有發現他怎麼兵推都沒有在乎說台灣到底死多少人 對所以不管他怎麼兵推 中國大陸在做兵推啊 但中國大陸兵推啊 他們考慮的是是整個大局 整個大局 那現在美國的這些小政客們 中醫院當然是小政客啦 這個小政客們就想要越上台面來有所表現啊 比如說有一個剛當選 剛當選第一次當選的這個眾議員啊 不是昨天媒體出來吧 他主張要承認台灣是個獨立的國家 你不要講20個共和黨的眾議員呢 哎呀都是提案人剛當選而已 他就是個商人剛當選啊 裝腳變眾議員了簡單講這樣的情形 他們都想要搏百面搏百面你聲音不大 誰登你的啊 400個參眾議員對不對 連國會新聞都不一定能登得上你的角色啦 所以他們不得不在這方面做一些 一些比較華眾取寵的一個一個做法 那你不用去理會他 因為這個影響不了大局 那現在中美關係真正的較勁的一個焦點 還不一定時候就用台海戰爭 他不是 他在想盡辦法 如何讓中國大陸一走不出去 第二站不起來 第三個怎麼樣 站起來肌肉不夠強壯 基本上是三個節奏 那所謂走不出去的好像沒有很成功 他本來叫歐洲不要理中國大陸 然後不要跟中國大陸 愛事摩爾不要賣機器啊 在科技在這個所謂的能源 在各方面能夠封守 但是失敗居多 到目前為止看的失敗居多 所以肖子去年底的訪問中國大陸 那麼重要 就是因為德國終究是在歐洲 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 你把德國拿掉還有歐洲嗎 對對對 剩下法國能幹什麼 剩下紅球是嗎 對 如果連歐洲他都行不通的話 你其實你在全世界的地圖攤開來 大概除了英國加拿大之外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跟隨美國這一套 走不出去這一條路了 因為英國跟加拿大 跟中國大陸本來就沒什麼貿易的來往 所以他不需要靠中國大陸的貿易 沒錯 他70%的出口是到美國去嘛 沒錯 到中國大陸比重大概不到15%嘛 所以對他來講不是問題 那英國又比較複雜 因為有涉及到以前的香港的這個 救恩救援 這個就很複雜了 對 所以英國覺得被中國打了一個大耳光嘛 所以他對他來講 內部的政治情緒比較複雜一點 而且他現在要脫歐了 現在經濟也蠻慘的 但是就歐洲來講 德國是指標性的 那德國很清楚的 他是被美國耍了一招 而且所以是因為俄烏戰爭被美國扶弄成這樣子 他也蠻為難的 可是他的戰略處境是很可憐 他是一個經濟大國 但是他不是政治大國 也不是軍事大國 他每一次想要領導歐洲 是要拿錢出來補貼人家 人家才肯聽 他沒有基本上的道德為望 他是出錢的人 也沒有很光榮的歷史 所以對這個德國來講 又選出一個比較弱勢的政府 消失這個政府搖來放去嘛 他自己也知道很困難 所以這個時候能夠很勇敢的走到北京去 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所以我想看在北京裡面 也看在眼裡面很清楚說 消失能夠走到中國大陸這一邊 不完全那麼輕美已經很不容易了 下一步其實包括了馬克宏 還有很重要的是 如果他連意大利的梅洛尼都能夠收服的話 意大利梅洛尼是一定會靠向中國 但是馬克宏不一定 馬克宏因為我長期觀察他的政治風格 他都打短線投機的 這種短線投機的 美國不看好你 中國大陸一定不看好你 你看你在歐洲這樣跳來跳去 跑到拜登那邊去 你都不理你 你鼻子摸摸摸就回去了 他去抱怨說 你幫我天然氣太貴了 有嗎?我們組個委會來解決 你搶我的這個 呼嚨他 對呼嚨他 你搶我的這個潛水艇訂單 那當然澳洲現在滿鼻子灰啊 你不是要賣給我這個核輪潛艇嗎 怎麼到現在那麼一個影子啊 但是我已經得罪法國了 所以這個方面是基本上法國弄了一團糟 那更不要講阿拉伯世界 也不要講東南亞啦 然後還有包括了亞洲的其他地方 基本上非洲啦 中南美洲 所以走不出去這一條 美國已經承認失敗 我覺得他是承認失敗了 但是美國心裡想說 歐洲要把韓國日本歐洲抓住 他在日本真是全世界 不然你看這美國的想法不一樣 但你要知道中國大陸 他的第一大的進出口暴意識 是東南亞耶 第二大是歐盟耶 他不懂得黃種人的想法 他只有白人世界搞在一起 只有一個俄羅斯以外 他不懂得非白種人的想法 可是他沒有把俄羅斯當白種人看好 我就很訝異啊 俄羅斯實際上是白種人 而且被基辛吉嚴重了 基辛吉說 你這樣七弄八弄以後 結果變成 讓什麼讓這個俄羅斯跟中國 走得越近 我記得 剛俄羅斯戰爭剛開始打的時候 我就一言說 俄羅斯會變成中國的加拿大 結果越看越像 對現在看起來是 好 第一個走不出去這件事情走不通了 那第二個美國的策略是說 讓他站不起來 對沒有錯 站不起來 你覺得這個策略呢 到目前為止 這個策略是到目前為止失敗的 科技戰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嗎 科技戰是其中一個部分 但是他抓的這個半導體科技 我判斷他抓錯了 好 我們現在講 站不起來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今年呢 我們剛剛提到說 會不會有 擦槍走火的熱戰 你認為不會 不會 其實我從頭到尾認為不會 那既然是 不會有擦槍走火的熱戰 事實上我們看到 美國的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 他說 北京對台灣人就是優先考慮和平手段 韓恩斯不是鴿派 他是一個情報分析人員 對 很不錯的情報分析人員 所以他只是說實話而已 並不是說他對中國大陸友善 所以說他其實對台灣是要用和平手段 而是他的判斷其實就是如此 這跟我們現在判斷說 今年其實兩岸之間 應該還不至於有那個擦槍走火的熱戰 有擦槍走火也不會有熱戰 我更肯定的這樣講